大家好,我是夏妈 今天分享一个刀切馒头的做法 这个是用南瓜和的面,非常的松软 喜欢大家可以试一下 南瓜蒸熟以后放到温热 再加入两勺白糖 三克酵母 搅拌混合让酵母化开 再倒入面粉里面 用筷子把南瓜和面粉搅拌成絮状 揉成面团 盖住保鲜膜,形发两倍大小 我这里发了一个小时 总共参考 因为现在温度比较高 所以时间会比较快 我们拉开有丰富的蜂窝组织就可以了 在案板上面撒入干面粉 我们把发酵好的面团稍微揉一下 这里揉十分钟即可 再搓成长条 搓好以后我们在上面按压一下 再切成大小均匀的截断 切馒头的刀一定要锋利 这样切出来的成品才漂亮 切好以后稍微的整理一下 放入蒸垫里面 依次放好以后直接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让它发酵三十分钟 可以看到体积变大以后 我们再拿去放入蒸锅里面蒸 全程开中火 蒸十五分钟 蒸好以后焖三分钟 然后趁馒头不注意快速拿开盖子 这样做出来的馒头松软又劲道 刚出锅小闺女就吃了两个 特别的松软 吃不完的我们可以放到保鲜袋里面 密封储存 这样馒头才不会硬 我是夏妈 我们下期再见